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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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誇張的 今天找了一隻豪門西家 這隻是龍利的 全部是白金 西家基本上是沒有出降標 你看到的部分 金屬件其實全部包括裡面的 case holder 都是白金來的 白色的黃金 包括了自動鎖 以及龍 看看石子怎樣鎖 它有兩個rotor 這隻是自動錶 機芯是比較小的 但是是自動錶 它是有一個自動鎖 先說一下兩個rotor 龍其實都是一個rotor 你看到轉得很快 就上不了鍊 純粹裡面有個bearing 是比你這樣移動的 是一個裝飾的用途 龍呢 造工是這樣的 騎著一條雲 即是在雲上飛 我看到那隻眼是藍色的寶石 那條龍呢 都有雙鑽石的 雙鑽石部分呢 簡單說一下 石圈石腳 龍都有石 如果你說要一個面子 那面子其實就是這塊 這塊的下面你也可以說是錶面的 但是錶面和Movement Holder 因為它是靠這個位置 四件件 加中間這塊白金 是保持著自動機身的 所以你也可以說 即是它是用兩個功能 它也是一個Movement Holder 但是同時也做了一個面子 另外一件事就特別一點 就是呢 你看看一個自動鎖 那自動鎖的做法呢 極小的錶 包括大牌子 夠膽在自動鎖上雙鎖 自動鎖是K金 平常 但是呢 通常都是雕花 條紋 雕塞 雙鎖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呢 如果它這麼大 重量根本是不平衡的 那所以呢 在工程上呢 它一定要做一個 Counterweight 一個擺 一個擺 平衡一點力 但是都不夠 都不夠 其實呢 它整個是一個盤來的 這個Rotor 真的是Rotor來的 它是Serve一個自動鎖的功能 那所以呢 是直接在這裡 轉到鎖的 那你見到呢 這個Rotor呢 除了有一個重量的平衡帶之外呢 全部的邊位呢 裏面呢 都是做了一個軸成的 所以你轉得很順 那這個呢 我有一點點是 思考一下 即加 即加是一隻很薄的機心的 薄到2.4多mm 那其實呢 這個做法呢 就是類似了 根本就是整個盤來的 那些石呢 那這裏是後面來的 那其實那些石呢 正常呢 上面呢 就裝了在這裏 那所以呢 你在前面的角度呢 也都見到 這個Rotor的石的正面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其實就是那些石的 的後面 那它就 鎖了很多個洞 那才可以 傷到一些鑽石 那 那傷法都是一樣的 都是爪傷的 就不是迫下去的 那但是呢 我發覺呢 原來呢 在Rotor 因為它是線型設計 在Rotor的最邊邊 那些鑽石才是最大顆 如果你說 那些石最大顆呢 反而是 那所以 其實整隻鑽石都很誇張 那又有一種透視的效果 又有一種活動感 那又有幾層 幾層的鑽石和白金件 那就是 鶴啊 那條龍啊 那面啊 還有後面的Rotor 那真是 是幾複雜的 亦都是好像 挺奢侈的 那扣呢 也是一個接扣 那也都是雙左 哇 有一點點眼花 真的 拼得很緊要 真的 就沒有秒針的 那簡單兩針的設計 那這樣 這個自動機心 這個沒什麼特別的 那又 主要是那個 金屬件的處理 和鑽石的技巧 那 那 我覺得難度最高呢 都是自動鎖的做法 反而 那條龍都是手工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怎樣平衡點力 還有呢 後面自動鎖呢 你轉得順不順呢 都很靠 那個 全部俗成的 處理的 那 那 說到一件事呢 雖然這個位呢 是看到石的後面 但是其實呢 也都是某一件事的正面 就是呢 它在自動鎖那裏 做了一個人手的 雕刻 所以 人手做的 都很漂亮的 所以 手工也有響道 那 那 今天就介紹這隻 龍 這隻就是白金的龍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